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5月20日 万众期待的2023年德班式拼赛 终于要拉开帷幕了 本次比赛 国拼共派出12位运动员参加 其中不但包括十大世界冠军主力 樊振东 王楚清 马龙 梁靖坤 林高远 孙颖沙 王曼玉 陈梦 王毅迪 陈信彤 而且还有男女两队中成绩 最靠前的新生带小将林诗栋 宽曼 的确是阵容豪华 众所周知 上届休斯敦士兵赛的时候 国拼留下了遗憾 5个项目拿了4个冠军 但男双却惨遭败继 樊振东与王楚清 梁靖坤与林高远 先后输给瑞典组合法尔克与卡尔松 连决赛都没打进 最终被对方拿到了金牌 所以 这次许多球迷也非常期待 能看到中国队实现大包揽 拿下所有项目的冠军 从最近国拼男双的表现看 樊振东与王楚清的实力 比两年前有了明显进步 具备冲击冠军的实力 而林高远与林诗栋 也在不久前的 WTT泰国球星赛上 拿到了男双冠军 不过他俩 毕竟磨合时间不长 初次参加世界锦标赛 还是有些让人感到担忧 此外 外协会的许多男双组合 都具备很强的实力 法尔克与卡尔松 张宇珍与林中勋 与田信使与户上损辅实力不俗 张本志和与吉村真情 更是将在首轮 便与林高远与林诗栋过招 中国队仍然面临严峻考验 而除了男双 国拼在男单项目上 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因为最近也输了不少外战 但总的来说 中国队在男单 女单 女双 混双的优势 还是比男双更大一些 不排除会有人掉链子 但全军覆没的可能性 相对不是很大 只要大家放平心态的话 有理由相信 国拼 还是能比上届比赛更进一步 现在 陈梦是德班 士拼赛的焦点人物 因为这位29岁的老将 此前已经拿到过奥运会 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只要在集齐士拼赛的单打冠军 他就将成为 继瓦尔德内尔 邓亚平 刘国梁 王南 孔令辉 张仪宁 张继科 李小霞 丁宁 马龙之后 乒乓球史上的第11位大满冠得主 意义不凡 就近期陈梦的表现看 虽然外战 内战 都有遭遇败即 单打陷入冠军荒 不过也有打出非常漂亮的胜仗 不可否认 他现在的竞争力和两年前比起来可能没有优势 但也仍然具备冲击单打金牌的实力 希望他能抓住机会 否则错过了这村 恐怕就再没有这店了 由于明年就将举办八例奥运会 所以 今年的德班士拼赛单打冠军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如果是外协会运动员夺冠 那么他们肯定不会错过奥运机会 而对于竞争激烈的中国队来说 奥运会前一年的市拼赛单打冠军 几乎都不会落选次年的奥运会单打阵容 唯一的例外是情况特殊的核志力 所以 无论是陈梦 还是其余九大主力选手 谁能赢得今年市拼赛的单打金牌 就几乎可以被默认为一只脚踏入了国拼的奥运单打战船中 这也势必会引发队内的连锁反应 教练组的布局也会随之变化 另外 中日竞争是近年来乒乓球赛场上的主流 日本队的张本志和 伊藤美成 平野美宇 早田希那等人都有给国拼制造很大的威胁 虽然总体上处于下风 但也从中国队手中赢得了一些胜利 尤其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混双决赛 更是成为了中国球迷们永远的遗憾 不过目前日本乒乓球队 似乎正处于一个虚弱的时期 刚提到的几位选手 都对国拼主力处于下风 唯一的剩计就是 平野美宇赢了王毅迪 其余基本是完败 那么这次两队之间 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悬念仍然存在 历届世冰赛 都不乏有大黑马出现 今年或许也不会例外 在前两届比赛中 瑞典的法尔克 莫雷高德 法尔克和卡尔松 与韩国的安宰贤 都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那么 今年外协会谁能爆冷先翻名将 现在还真不好说 目前呼声比较高的是 法国的勒布伦兄弟 此外 韩国选手也存在较强的竞争力 比赛没结束 一切皆有可能 目前首日的赛程已经全部出炉 总计多达112场较量 其中 国拼选手将迎来5场外战 梁静坤 马龙 陈梦 陈信桐 林诗栋与宽曼江先后登场 参加男单 女单 混双三个项目的战斗 不过对手都不是很强 晋级难度不大 此外 日韩多位名将也将迎来自己的首秀 不过暂时还不会看到张本志和 伊藤美成等人的身影 但也有几场焦点对决 值得关注 众所周知 世兵赛是全球乒乓球运动员的盛宴 所以 报名人数非常多 尽管前后 长达9天时间 但刚开始的进程 依旧非常缓慢 首轮全部结束 就需要两天时间 如前所说 国拼在首日 共有5场对决 其中 梁静坤将打头阵 在北京时间今晚18点40分登场 与世界排名仅103位 实力平平的澳大利亚选手 阿尔弗雷德展开较量 虽然梁静坤最近输了两次外战 但这次世兵赛首秀 应该没太多问题 19点20分 大满贯老将马龙登场 与阿根廷运动员阿多交手 阿多这位选手 在男双项目中的表现比较抢眼 与搭档 一起排名到了世界第七的位置 但主要是在每周刷积分比较方便的缘故 稍微有点水分 至于男单的话 更是碌碌无为 难给马龙制造威胁 20点 奥运冠军陈梦登场 与埃及选手赫米过招 这个选手在本队上 且不及没谢礼夫 格多 除非陈梦状态彻底掉线 否则被爆冷的概率不大 20点40分 陈信彤将遭遇卢森堡运动员德努特 后者曾和钱国拼世界冠军倪夏莲 一起夺得休斯敦士兵赛的女双铜牌 本届士兵赛也是女双的三号种子 但女单成绩平平 想打败国拼主力运动员 恐怕得200%的超长发挥才行 次日凌晨0点30分 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的04后 小将组合林诗洞与宽曼 将遇到东道主选手纳图与帕特尔 考虑到南非乒乓球的水平确实不高 所以林诗洞与宽曼晋级的可能性比较大 目前樊振东、王楚清、林高远、孙颖沙、王曼玉、王毅迪、张本志和、伊藤美成等人暂未安排在首日参加战斗 不过也有几场对决值得关注 比如安仔贤对阵皮斯特耶、徐校园对阵布鲁纳、林中勋对阵林兆恒等 期待,国拼的六位选手能在第一天为全队开个好投 争取赢得胜利,冲击各项金牌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和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们意义重大 谢谢大家,下期节目见